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购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结过去 龙竹前传 终于等到两边放巨龙 出来大喷赫喷第四集 赫伦宝的戴伦 先等一等 伊蒙德轻轻策划 齐齐奏效 雷娜见过阿丽森之后 下令决心了 放龙开摇 一起来看看 压西宝这一战如此惨烈无比的下场吧 真的是让大家等超级久的了 雪龙荒芜正式开始啊 后后两边巨龙在天空大乱斗 正式放龙出来开摇 就在第三集最后 我们看到了雷拉冒险偷渡 偷偷来到军城 见过了阿丽森 两个人聊过 也是在厘清了阿丽森 看到了戴蒙一个人 走进军城 王座大厅这边 这是一种反映了戴蒙内心深处 仍是在意铁王座 即使表面上戴蒙会不承认 但就如大家传言的 不知是赫伦宝主作 还是等等会看到的雅力在作怪 自从第三集 戴蒙再来到赫伦宝之后 就怪事点脸 也是在前面看过 美丽艾考克饰演的小雷拉 很诡异 那一幕在逢端投小王子的幻象之后呢 编剧应该蛮偏爱美丽艾考克的 再次客串 看到小雷拉带着王冠 说着一些戴蒙听不懂的话 理由上来说 这边戴蒙应该是要听到董才对 这边幻境当中 小雷拉说的是 瓦雷利亚鱼 或者应该又说是 高等瓦雷利亚鱼 理由上 身为高贵的坦克力安 应该要懂得坦克力安 煮上母鱼 是不是呢 等等看到后面 一个人跟一蒙德都会说了 没有到这边戴蒙会听不懂吧 或者 这边幻境里面 对戴蒙心智 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哈 怪看到了 被小雷拉说几句之后 戴蒙拔剑 就是一刷 小雷拉人头落地了 但断掉头还会说话 也相互应前面逢头内幕 一向都会残暴手段来应付 不管是暗杀小王子 或者他内心深处一难面 其实是想要干掉雷拉 怪带蒙在赫伦堡 这边的房间醒来之后 开始要跟何建帝 这边其他家族代表见面开会 包括见了奥斯卡图利 本流成未来寄生人 根路夫的孙子 他也厌年纪大到 已经没办法管事 不过奥斯卡只是猜到 什么都没办法决定 也难怪何建帝这边 局是一团大混乱 然后还有跟压述城的 威廉布莱伍德开会 他则是代表了 他这次班级后 布莱伍德来谈条件的 前三分之后 看到的是 在自认识放巨龙开门之前 包括戴蒙在赫伦堡 莱拉不再乱成一团的龙丝岛 还有就是那边 克里斯图出征 相比推进 加上军神内部状况 一肯召开会议 商讨对策 也看到阿丽森在空脑的 不止内心引起了很大疑惑 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误会了老国王的意言 现在已经走到 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外 还有就是 跟克里斯顿一时脱饰 状况之下 阿丽森竟然怀孕了 虽然过来自己叫人 配药喝了之后 已经躲开掉 不过还是被拉里斯察觉到 阿丽森脱饰怀孕的事 一些小细节 相互作用之下 已经是不那么有自信 阿丽森也开始质疑 把一肯弄上玩具的正当性 或者说会担心了 一肯根本没办法 当好一个国王 最后看一下 过来会再更出乎 阿丽森意料之外 一蒙德对他哥哥要出手了 前面在纪院那一段 第三期一肯在纪院 创建一蒙德 还嘲笑他 这边一蒙德 已经展开了他的报复行动 前面其实也有看过 一蒙德找克里斯顿讨论 这边就看到了 一蒙德说出了他的作战计划 站直把赫伦宝放一边 要先打架压棋宝 没经过一肯的同意 一蒙德跟克里斯顿 已经开始行动 看到一蒙德跟克里斯顿 说好了的战略 没把一肯放在眼里 也等于是开始架空了一肯 各位蒙德改用其他人听不懂的高等瓦雷利亚鱼 一方面很算他哥哥 另一方面也算给了一些面子 只看到一肯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如何回应蒙德 这一场越前会议最后就采用了一蒙德策略 即使很不爽 但一肯并不知道的是 他真先怒一蒙德设计好 另一个更可怕的现实中 然后再转到赫伦宝 但一蒙晚上又睡不好了 嗯还不是百分百确定雅利这些成了秘密的作为 到底是不是跟一蒙德有关联呢 戴蒙睡不着 过来跟了一个黑影 竟然是一蒙德潜入城堡吗 还是戴蒙心魔持续作祟 反应内心所想的 才导致戴蒙和盗像是一蒙德 小莲莉拉直接幻影 W又先剧透一些了 在河间地赫伦宝这一段 原著是描述了戴蒙跟一个叫毕马的少女死不密切 而雅利则跟一蒙德有一段情 但有一些改编吧 以及这边还没看到毕马 然后W是在怀疑呢 有没有可能这边雅利已经先认识 并暗中在帮伊蒙德 也补充一下的 河文这颗信是河间地代表的私人职 就像穷雪诺 雪诺是北京的人帮私人职取了信 然后原著也描述了神神秘密的雅利 可能是她的诺斯人女 可能是光师王祭司 而即使并不是权贵 雅利之所以会重要 因为后面她将会是戴蒙跟一蒙德 两个的舌子关键 这边也就看到了 本来睡不着的戴蒙 在和雅利所特聊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的 过来 戴蒙反而变得昏昏沉沉 反应有点迟钝了 也就是这样 看到戴蒙现在赫伦宝没什么进展 另一方面 克里斯顿已经有不少的掌握 顺服了王林 一切反抗伊根的势力 像是穆古镇 克里斯顿在这边砍投了穆古镇 达克林的领主 也就是培林达去趟军城 这一位老兄的老爸 而并不是直接朝赫伦宝方向 刚刚说过的 克里斯顿按照跟一蒙德 说好的计划转向 不对朝着压西宝 要进行包围攻城战的同时呢 一整个很憋屈的伊根 就让他老妈对他都很失望 就真的很不甘心 又是给予表现自己 接下来就看到 果然伊根就踏进了一蒙德陷阱 放着赫伦宝不管 先攻打压西宝 其实是一步好奇 第一 果然就是出其不意 龙石岛没预料到这一招 压西宝是小生宝 容易打 而三顿是效忠雷达的 第二 压西宝跟龙石岛一水之格 如果打下这边 不仅少一个据点 也是对龙石岛造成直接的威胁 第三 以上两点 绝对会直接引龙石岛出来反击 八九不离时 龙石岛很大可能会派巨龙出来 而反这方式 哈 当然就是再放更大致的出来 甚至呢 富家好处 一蒙德 事情要报复的诡计 就连克里斯顿也不知道这一趴 可以等到伊根 果然伊根就按捺不住了 其而他龙扬言清真 龙石岛这边也切招了 回去之后立马下决定 雷娜本来要起职业龙一战的 那雷医师后来自告奋勇 要先出战 然后也补充一下 前面一段 可以是艾伦对话 嗯 可以说时间不多了 所以用这样来表达 并不是谁聊到 就很直白说出来 但其中意思 大概也就是说了 艾伦应该也当也是 雷医师知道 艾伦是克里斯外面投生下来的 而还有谁知道这些事情呢 后面可以再看看 在巨龙飞出去的时候 就在另一篇战场音量当中 也是看到了龙石岛这边 雷娜找了小杰来说话 雷娜对小杰说了冰玉火之歌的事情 这个就是雷娜对小杰王位 继承权的一个认可 因为维赛里斯 也只对雷娜正式继承人 说过这个 意思代表了冰玉火之歌 只传给真正被认可的继承人 而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再次用来表达雷娜 虽然是自认为 他王位的正同性 也是更加坚定 帕龙出征之后的 实在必得 当然更没有回头路了 然后过来看到在战场 兵台的亚七宝这边 开场还是很传统的攻城战 攻击攻城器 可以是最远的 他沿路说服部队 前来打亚七宝 就恨到了第二转折 出现的巨龙是梅丽丝 先是雷丽丝 骑着梅丽丝 来回喷几次 骑一下战场 接着克里斯顿接招 派人打信号 但有趣的是 伊蒙德hold住 并没有直接出动 第二转折 反而这时候 是一个人骑着扬眼过来了 哈克里斯顿杀眼了 伊蒙德则是很暗爽 老哥上当 可以说一切都按照了 他所策划在进行 没有说 为什么W一直说 这个是伊蒙德的复仇呢 剧情有几个很明显征兆 像打信号给伊蒙德时 伊蒙德叫瓦格哈尔 还要再等一等 吼吼 他就料到龙石岛放龙出来 肯定一个人也安耐不住 而伊蒙德绝对是故意 要让洋言先跟梅丝对打 因为不管洋言或是一个人 实战经验都是不够 甚至比体系梅丝又比洋言大伤好几号 伊蒙德绝对是要让伊蒙先去送食 至少也会大伤 看到不急于出动了伊蒙德 其实是在等待出击最好时机 先让洋言跟梅丝打一阵子之后 龟旁的大物出击不易的 就让梅丝咬住洋言的时候 冲出来 哈伊蒙德 叫瓦格哈喉喷我 也是非常非常故意的 虽然看起来是对着梅丝喷 但梅丝占优势 梅丝闪过之后 大招一样的就是伊蒙呢 是不是 结果呢 这边一整个下场真的超惨烈的 先是伊蒙跟洋言 坠入了一旁的森林 再来换成是梅丝跟瓦格哈尔对战 虽然小一号 而梅丝还是能撑住小挫败一下瓦格哈尔 只不过最后还是一个常念咯 结果遭到瓦格哈尔突袭 雷丝再次GG了 不知道大家居然如何 他们认为这集很赞哪 最后三分之一的巨龙大乱斗 但又不只是巨龙互咬互喷 里面看好戏之外 竟然跟爷宫廷创位夺权的算计 虽然第四集最后结尾没有太多言语的表达 他们认为暂时这一整个局面 伊蒙德将是最大赢家 嗯 再看到了梅丽丝的头被瓦格哈咬住 雷丽丝也是抱着要跟梅丽丝同身共死的觉悟了 整数据雷丽丝是角色中品格最大的机赏的一位 相当可惜龙石岛这边少一位大将一只巨龙 而巨龙城那边呢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就还可以是顿在树林找到伊蒙德 原本还以为伊蒙德会直接补剑干掉伊根的 并没有 伊根自己的状况已经是够惨的了 哈 虽然后面下一集将会看到梅丽丝的头 竟然被运到巨龙城游行示众 不过伊根的惨况 接下来真正获得好处的 没意外的话将会是玩为第二顺位的伊蒙德了 是不是 只不过情势接下来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伊蒙德又很又猛 但话说回来 伊蒙德的性格问题其实也跟大伊蒙很相似 继续往下追下去咯 还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龙卒前传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